迎接元旦 彰化县政府在109年的1月1号 将在福建广场要举行庆祝 中华民国109年元旦升旗典礼活动 而彰化县长王惠美就表示 除了有精彩的表演之外 更为元旦宝宝来准备国旗蛋糕 以及礼物一同来庆生 而在现场也将发放国旗手提袋 以及蜂蜜花跟茶叶蛋等1500份的美食 邀请民众一同来参与 本部就用新妹现场有准备1500份的爆米花 阿哥武茶叶蛋咖啡跟姜茶免费提供 2020年即将到来 彰化县新年的元旦升旗典礼特别不一样 主题定为升旗派对爆米花 邀请彰化县青年管弦乐团 来演奏国歌及国旗歌 元旦生日的朋友可以在30日之前 事先报名庆生活动 当天除了赠送精美礼物 还安排寿星与县长一起上台 与国旗造型蛋糕合照 并在八个公仔娃娃及两只穿暑装的小朋友 炒热气氛下带动活动高潮 我们社区有非常多有才艺的朋友 都在这边做相关的一个演出 那欢迎大家在我们国庆当天 七点半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这个 十一点前都有相关的这个表演 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的派对 欢乐的一个这个节日 此外当天做穿带与鼠相关的服饰配件 就会赠送鼠年手机架一个 脸书打卡按赞还能获得国旗气球一个 另外参加活动的民众都可以拿到免费国旗 手提袋 爆米花 茶叶蛋 咖啡及姜母茶 限量1500份送完为止 你只要当天有穿戴跟老鼠有相关的民众 我们就会送你一个这么漂亮的手机架 那欢迎大家来申请拿礼物 吃 喝 吃 看表演 一起来欢度我们的元旦 现场还有各项精彩节目表演 彰化县长王惠美 欢迎乡亲们于109年1月1日 7点30分一起到府前广场 参与元旦升旗典礼迎接崭新的一年 借了雄心彰化县采访报导